字幕提供4月19日 Hello 大家好 今次介紹一下這個... 即是官方4月19日的直播 其實本來我拍了一條影片 不過那條影片拍的時候 因為怪誕的試用片未出 看完這條影片之後就拍了一條新的 即是現在這一條 看完之後我有少許改觀 對進化一隻火天有少許改觀 因為開頭我覺得他應該都... 打這個末世倫 但可以知道超反蟲 反蜂獸M 弱點殺手 那開頭我覺得 既然有貝多芬和龍馬應該都夠做 但看完試用片之後 我有少許改觀 首先他可以一下殺到那些小怪 蛇怪 正常的 因為他是這個... 獸軸M 一定一下秒 另外我比較驚訝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絕招 打王是扣到1200萬 雖然那裡有珠神王 回到友情 但應該都不是影響到那麼大 那他那個亂打是... 比我想像中高威力 加上他回血是回25000左右 那16個回入CD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他這個最大問題 是他打王就... 雖然有弱點殺手 但是他都不算很大力 但是弱點殺手再加亂打 這樣就突破天際 這個威力加上 另外他那個友情 他的友情是範圍加高 這個範圍就是類似戴拿一個絕招的回血範圍 大家知道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看影片看到是非常大的 那個範圍 在那個範圍內 你都會加攻的 那如果你有其他寵物爆炸的話 那火天自己動的回合 威力驚人 那這隻絕對比我想像中強 開頭我覺得 我既然有龍馬和貝多芬 應該不用抽 但是看完片之後 我有小心動動 其實本來我對火天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不怕老實說 但是現在因為末世論我還沒開始 其實還沒開始 因為台版也出了幾次 難怪我 那我有小興趣 我有小興趣 我覺得打末世論的進化非常強 神化相對就是這個再生 因為我講過天使的神化 一定有再生的 新系列 反風 最能是超反傳和反魔 就這樣看這個被動 其實反傳反魔法陣 台版剛好有一個復活套 剛好完全是對 完全一樣的復活套 所以如果之前有疊復活套的朋友 非常幸福 但是性質上很明顯不同 這個火天當然的強度 基本上是差很遠 不需要多說 加上這隻貫通 炮擊 不過他的友情就中規中距 大爆炸 加上坦忌的高潮炮 我對坦忌的友情沒什麼好感 不過他這個EL加炮擊 一定有 看你運氣 我對這個友情有點保留 我自己覺得 不是說他不強 但我根本也控制不到 他的絕招就是乾聚人 反彈牆加攻的波波 其實我覺得這個絕招不好用 直接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絕招不好用 你不如直接給西香果一類好過 這些因為彈來彈去又煩 你又會彈到其他東西 即是多鯊魚 這個絕招的設計有少 因為我說定點絕招一定就不好用 即是你開絕招那一回 你不可以撞友情 你又不可以食心 其實這一類的絕招 定點絕招我不喜歡 加上這個絕招很麻煩 不算好用 即是如果你讓我選 你不如直接給西香絕招 我算了 那就是這樣 暫時神化呢 放置 即是可以說是 你又不是在倉管 又不是 不過暫時都有關用 因為他始終有反魔法陣 反傳反...超反傳 反風呢 其實就不差的 不過暫時就沒有... 即是怪彈未做球給他打 暫時都沒有一關很適合 那相對上 他的進法呢 實實在在可以打到抹世倫 我建議大家抽完之後可以先打抹世倫 那我先極運了你 然後再轉神化 雖然我知道有些人已經極運了抹世倫 但我還沒有 但應該有七八成的 我相信 這隻我不是有少少興趣 其實我是想抽 我直接想抽 OK 因為看完試用片之後 我對他的進化有少許改冠 絕對是大改冠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就另一件事 就是菲利普金剛獸神化 很多人都覺得 向上調整 沒錯 他完全是向上調整 不過 其實這裡我要講一講 菲利普金剛本身的性能就不差 你已經 反重數 對 加上一個小號令 小號令的倍率不低 其實他本來的性能就不錯 那為什麼我們出場率這麼低呢 其實我講過 怪彈這個遊戲 其實好看你的友情厲害 因為其實你的友情厲害 這個寵的評價多數都不會差 對方 因為其實你的友情厲害的話 就是說你自己動的時候 即是回合外 即是一輪有四回合 即是四個人有動的 那你回合外即是有三回合 如果你的友情厲害的話 其實你三回合 即是你回合外 你也是厲害的 所以怪彈這個遊戲 那隻寵的友情厲害不厲害 就很影響出場率 這次金剛呢 大改了 我覺得他改的最亮點就是他的友情 爆炸加電擊 真的無可挑剔 這個 電擊在現在這個版本來說 電擊在怪彈 來說是非常強力 我覺得屬於非常強力 因為首先電擊是沒有東西克制 第二 電擊是 電擊劇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他的碟箱 碟箱 因為很多時候 黃身邊都有些 要是有PASS 要是有防護罩 要是有比特盾 所以其實電擊 在今時今日來說 我仍然覺得是一個很強力的友情 加上他可以 某些關可以打到反擊 例如為何大黑天這麼好用 因為他打 光超靈那些可以打到反擊出來 所以電擊加 爆炸不需要多說 無論為己為人都好 爆炸也是非常有用 所以我覺得這次飛雪普金剛敢改 我挺滿意的 雖然他的被動上 被動稍後再說 但他的友情這樣一改 這隻我覺得 我自己挺滿意的 對 我很滿意的 然後他的被動就是蘇雷M 蘇雷M已經是強化 因為今時今日大家知道 蘇雷和蘇雷M 是蘇雷L 蘇雷EL 其實真的差很遠 逐級跳 當然蘇雷M比沒有好 我覺得蘇雷M和蘇雷比差很遠 已經有威力了 另外有新被動 這個被動我不是很肯定 叫做抵力SS縮短 簡單來說 當你的血量低於五成的時候 你的回合就會縮短量回合 即是絕招 我唯一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到底他自己移動那回合才會減2 還是回合外也會減2 你明白分別嗎 如果你自己移動才會減2 其實我覺得很廢 那你不如給我SS縮短吧 一回合可以撞到3 雖然你不一定撞完 但我自己撞不完 我自己該死而已 但你現在固定是減2 最麻煩就是發動條件要低於五成血 暫時我覺得怪彈這個遊戲的潛力 其實就不太好用 我自己不喜歡用 因為就算我玩Mon Hunt 我也不喜歡玩火師 因為正常人的心態一定覺得 你的血量當然越多越好 你特意要壓到自己低血 其實是違反人類的本性 其實我自己不喜歡 因為我一直都是主張滿血過關的 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歡用低力 不過不排除可能將來有些關係 你都長時間保持低血 我不知道 我總結來說 但如果去回合外也會發動到 其實一輪可以選8回合 但我覺得沒理由這麼兇 真的不合理 一輪減8回合你會玩完 因為如果長期低於五成血 就算你自己回合外的partner動 你到底減不減呢 這就是我不肯定的事情 但我覺得應該不會 如果這樣太兇了 你想想他那個SZ小號令是20加8 嘩 你一輪可以減8回合 會不會兇了一點 但如果你自己動 那一回合你才減2回合 我覺得有點廢 如果這樣 不過叫做好過沒有 因為本身他都沒有這件事 現在加個被動給你 那聚能多個抵力 這個抵力就有少許可惜了 抵力本身已經不是那麼容易發動 加上你的抵力是要聚能 即是說你的友情是吃不到 這個有少許遺憾 不過整體來說我多滿意 我多滿意 應該會提升了不少出場率 這次雖然被動是向上調整 但是這個向上調整真的差很遠 即是你看看上次阿波羅那些 那些向上調整的 那些什麼 木劍那些 不要說啦 那些是向下調整 我簡直覺得是 沒有這個爆炸 真是拿我的命 這次金剛 Danny Good Good Job 那我們下次火天抽蛋片見 拜拜啦